魏国平与聂小宇应该是 他是谁中罪孽的一对了 两人属于青梅竹马的情分 当年聂家窘迫的时候 他还曾帮过聂宝华照顾聂小宇呢 只不过那时候的聂小宇 还是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孩子罢了 对于魏国平的印象还不是太深刻 直到多年以后的一个雨夜 聂小宇不幸遭受了迫害 魏国平如同英雄一般出现 这才让女孩深深地爱上了他 当年聂小宇遭受侵害的时候 不过十几岁的年纪 而魏国平当时已经是个警察了 八年的时间过去了 魏国平头上已经长出了不少白发 而聂小宇却长得越来越漂亮了 看年纪 估计也就是二十几岁的样子 因为哥哥的发家 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窘迫的女孩了 而是摇身一变 成为大姐大了 对于魏国平的追求 聂小宇可谓是费尽心思 总是想尽办法给对方制造惊喜 并让对方爱上他 可谓国平就像磕石头似的 迟迟不肯给聂小宇回复 直到聂小宇的重生之日 魏国平才隐晦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一句站住让聂小宇的喜极而泣 只因这两个字代表的是喜欢 虽然魏国平没有明说 但这态度起码有了 总不至于让聂小宇继续唱读脚戏了 双向奔赴的爱情往往是最甜蜜的 看到魏国平时隔多年的坦诚 着实为聂小宇感到高兴 可问题来了 他们两人一个是警察 另一个则是大哥大的妹妹 即便产生了爱情 可当真会有好的结局吗 恐怕答案是否定的 先不说两人身份悬殊 光是魏国平的一个绰号 就已经在暗示 他跟聂小宇不会有好结果了 还记得魏国平的绰号魏无期吗 道上的人谁不知道 但凡被魏国平盯上的人 最低也是无期徒刑起步 所以魏国平但凡出场 都会让这帮人吓到腿软 就看人家愿不愿意计较罢了 而魏国平称号的由来 也是因为此人太过执着的缘故 尤其是面对案子时 不把凶手给打出来 就对不起自己头上的那顶帽子 魏无期跟魏无期读音相似 跟魏国平多年的单身人设 也有了呼应 这么多年以来 魏国平都不曾找过对象 明明爱慕聂小宇 却迟迟不肯告白 甚至还把人家往外推 可见从一开始 魏国平就是想孤独终老的 如果不是心疼聂小宇多年的付出 恐怕他不会轻易告白 因为他们之间不仅有身份的差距 还有山河和聂宝华两条鸿沟 爱情是让人冲动的 魏国平告白的那一晚 恐怕已经付出了所有的勇气 然而男女主角不到时级 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之后必然会出现大风波的 而出事的那个人 必然是聂小宇 只因为魏国平是整部剧的核心 只有疯狂念他 才能让观众痛彻心扉 再说了 单凭聂小宇在道上的招摇态度 怎能不为自己惹来麻烦呢 而他的麻烦 赵世杰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但愿魏国平能够好好守住这段缘分 别真的成了魏无期